计查股ST股在近期连续涨停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我们都知道在2021年到2023年 这四年之中 其实整个要知道一下 有超过上千家的商人公司 对不对 当时我们陆维老师 包括我也在券商 我们工作的时候 一看天天上新股 天天的发行各类的基金 对不对 之前有这个新国旧条号 有一些被强制退市的 那有一些被强制退市 我们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没有对于投资者有补偿机制 比如在退市了 我的钱没了 对吧 没有补偿啊 所以说你看这一次的政策 其实是弥补 没有补偿机制的 就是给你 你赶快能重组的 你赶快重组 包括刚才陆维老师讲到了 这个跨界通组啊 什么都可以 其实什么 就是避免批量的退市之后 没有补偿机制 给我们所有的投资者朋友们 带来的一些损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 这是一个政策红利 现在是 那这种政策红利的截止日 我们现在昨天强调过 刚才陆维老师也讲到过 他一定会回归基本面的 那回归基本面的截止日 就是今年的12月31号 到明年的1月1号之后 一定是什么 业绩浪了 每年的年初的时候 一定是炒作 2024年整体的增幅是多少多少多少 对不对 这就是以业绩为导向了 那ST重组股 那就没有什么业绩导向了 所以说这个阶段就是一个 政策的红利 企核 油资 为什么天天的连创新高 包括高股息 一年才5%的回报率 对不对 还不够腰股 一分钟涨的呢 对不对 是不是 半天就20% 就一天就20% 你刚才我看了一下 长山好了 涨了300%多呀 300多 几天呀 没几天功夫 是不是 然后呢 一年这帮资金 才拿多少 5%的这个高股息分活 那谁玩啊 谁也不干这个事 对吧 业绩好的 高股息的该涨都涨了 那好了 现在是什么 就是一个是从政策面 这端 给我们 之前持有这些垃圾股的 LT的 避免它退市 所以说给出了一个政策红利 然后是什么 这些一只掌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活跃资本市场 提振投资者信息 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我不知道大家 我们听清楚了 所以说吧 就补充一下 整个市场目前 我再次强调一下 震荡 它不是说改变了什么 它只是改变了 你对市场的观点 而并不改市场的趋势 趋势形成 我们前期强调过 浩浩荡荡 您赚的是趋势的钱 不是赚今天涨跌 振荡的钱 对不对 所以说吧 我坚定看好